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那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1号 首先啊,我祝咱们这个频道啊 观众朋友们、网友们 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祝大家事业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的一年里顺风顺水顺财神 暴富暴美,暴好运 同时啊,也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一直在支持,关注本频道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关注本频道 每年的元旦,我都会做一个节目 来警醒一下自己 今年也不例外 本频道啊,虽然是一个不正经的频道 我把它定位在一个聊天 主要谈一谈我对发生在国内 或者是国际上一些事情的一个看法 仅供参考 大部分呢,都是本人叫有感而发 或者叫随感而发 没有什么策划 没有太多的这个文案 都是我对某些突发事件 某些热点事件 或者某些现象 我本人跟着我的阅历和经历 还有一些逻辑 还有一些常理 得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为什么叫不正经节目呢 因为它不是深思熟虑 不是去经过仔细的去研究 仔细的去挖掘 调查 收集数据 去论证 这个就不是本频道的调性了 如果你喜欢看那正经的 恐怕在我这就不太适应 我这就是个聊天节目 虽然是个不正经的节目 是个聊天节目 但是咱们还是有底线的 有规范的 有原则的 那原则就是什么呢 每年都一样 不正经的节目 但是绝不说假话 真话能说多少说多少 不造谣 这是绝对不去造谣 不管为什么目的 本频道不会去造谣 主观上也不会传谣 客观上有没有传谣 我不知道 我尽量避免 这里面是有不同的 造谣是你自己知道 这是假的 是你自己身造出来的 你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造谣这个 我不会做的 传谣呢 就是说这个信息啊 或者这些资料 我看到的 我主观上啊 我是不会 不会去传谣 就是我发现这个是谣言 以我的经验 我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个谣言 我就不去传播它 或者我传播的时候 我说的时候 我会告诉 我说这个来源不可靠 有可能是谣言 我要说清楚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以为它是真的 但事实上 它恐怕是个谣言 这个可能 恐怕跟我的这个阅历啊 能力啊 接触的信息啊 对吧 跟自己的真别能力有关系 人非甚弦 数能无故 主观上 我是不会传谣 我要发现它是谣言 我不会去传的 不会去误导大家 但是客观上 常在河边走啊 难免要试血啊 不过还好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发现 我传的什么谣言 如果事后发现 我也会尽量去解释一下 这是我 这两年 做这个栏目啊 一个原则 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杂谈节目 什么都聊 所以经常会聊到一些经济话题 聊到经济话题的时候呢 目前这个现状 很容易就让人说你是唱空 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 就显得好像很危险 或者是叫格格不入 不提倡 但是我想啊 只要不说假 个人的观点 唱空和唱多 这个跟说的人关系不大 跟听的人关系大 所谓的唱空唱多 无非是把事情的本质啊 对吧 把现实 现象 说清楚 空和多 是接受的人呢 跟着你说的 他自有判断 换句话说 你自媒体 你就说好 人家一样不信 你说不好 人家也有可能不信 都一样 就是信和不信 是跟这个观众有关系 每天晚上七点的节目 形势大好 怎么没人看呢 一直看我频道的人 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啊 你比如股市 就要崩盘 就要跌到一千点 就要退导重来 楼市呢 也一样 我也从来没说过 楼市要崩盘 相反 我觉得楼市要稳住 如果楼市崩盘 我们所有人都要遭殃 都好不了 这些恐怕都是 你有点常识啊 都应该知道的 稍微有点常识 都能接受这种观点 这和政府的 什么坚决方放 系统性风险 不是一个意思吗 本频道啊 咱们只不过是 通过一些现象 说一说它的根源 本质 你只有正确认识到 本质是什么 你才能去解决问题 这就像一个病人 那医生 对病人怎么说啊 如果医生见到病人 就说你没事 你回家吧 你好着呢 一切向好 稳重向好 你回家吧 不用治 该干嘛干嘛 爱吃点啥吃啥 一般的病人家属 如果听到这样的话 那意思就是放弃治疗啊 治疗已经没有必要了 负点责任的大夫 他一定会告诉你 你得了什么病 只有告诉你得了什么病 你再配合治疗 才会好啊 反而那种意味说 你没问题 你回家吧 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种才叫不负责任 这鲁迅说过 真的勇士 感受直面惨淡的人生 感受正是淋漓的鲜血 我们应该迎 叫迎面而上 我们应该勇敢的面对问题 而不是回避 那为什么一说真相啊 一说本质 他有人就说你畅空呢 这个我们借用这个 苏东坡的妹妹吧 叫苏小妹 他不是有个典故吗 就是苏东坡和佛印两个人呢 两个人抬杠 斗嘴斗贫呢 有一天啊 这个苏东坡啊 找佛印 又去闲聊啊 扯淡 然后苏东坡就问佛印 说你看我像什么 佛印说啊 我看你就像一尊佛 苏东坡很开心 哈哈大笑啊 然后问佛印 他说你知道 你在我眼里像什么吗 佛印说我不知道 苏东坡说啊 我看你坐在那儿 胖乎乎的 像一坨大便 然后佛印呢 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后来苏东坡啊 把这个故事 这个斗嘴 口舌之快啊 告诉了这个苏小妹 这个苏小妹说啊 你怎么还能高兴呢 这个高下立判了 你比佛印差多了 那苏东坡说为什么 苏小妹说啊 我用通俗的话说啊 他叫什么佛心自现 什么相由心生 说俗一点就是 佛印啊 脑子里装的是佛 所以他看见什么都是佛 苏东坡呢 脑子里装的是大便 所以他看见什么都是大便 外界啊 看见什么 都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 所以说啊 那些老是指责你唱空的 实际上 是你自己在唱空 因为你脑子里面 就是在唱空 所以看见别人说什么 都是唱空 只要跟你说的不一样 那都是唱空 唱空和唱多 是你脑子里面的折射 我所有的节目在全平台播放 西瓜视频 抖音 广子 还有个腾讯 百度 当然还有其他平台啊 有很多都是我自己放弃了 比如说这个腾讯 他叫企鹅家嘛 还有什么喜马拉雅 那晚上一传上去之后啊 又没人看 看的人很少 完了时候市还不少 他老是让你改这改那 所以我就不传了 什么知乎啊 小红书啊 我还没看上 还有支付宝 支付宝呢 是因为他没有工具 非常麻烦 等我有空啊 说不定我也晚上传一传 百度呢 他给我封号了 就因为我说啊 这个普里克金啊 是普京暗杀的 这个是兔子团 狮子明摆着的 但是百度他说我是造谣 现在有很多西方媒体 都已经在报道 这个普里克金啊 是俄罗斯的二号人物 叫帕特鲁舍夫 亲自策划 实施的暗杀 普京是同意的 这个方案普京认可 当然了 你说西方媒体说的 也可能是造谣 那这事只能等到 俄罗斯解体之后 才能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说远了啊 西瓜抖音啊 是我没有时间维护啊 我现在的节目 在西瓜和抖音上面 是畅通无阻的 那基本上没任何障碍 但是他现在是什么呢 他没有收益 完了呢 他现在流量也越来越少 所以我从这个 叫效率啊 叫拖传比来看 我在上面花时间 这个流量越来越少 所以我就 花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有空啊 我就往上传 没空忙就算了 恐怕要持续一段时间 不是说不让传 说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节目 全平台 实际上都可以放的 没毛病 有些小黑粉啊 不组织举报吗 有什么用呢 2024年 我的节目 还是全平台去播放 我的直播啊 也是全平台的 同时管子 B站 抖音 抖音呢 只要他不把我封号 他给我打开 我就不 我不在乎 这些是关于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啊 怎么抓的不过分 怎么重视的不过分呢 有很多粉丝啊 很多网友 上来就说 你不光痛痒 无关痛痒 没有说到本质 这背后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话呀 在本频道这就不要说了 没有意义 一般像这种评论啊 像这种观点 我都是会拉黑的 就嫌你聪明 就嫌你懂得多 你也不看看 我是在加拿大通州啊 说这些 有的没的 那不都是自寻烦恼吗 自讨苦吃吗 节目啊 能在国内播放 核心 就是不造谣 不传谣 其他的平台会把你把关啊 你什么落七八糟的 平台也不让你发 直接把你节目给毙掉 你就上不了线 就是平台会帮你把关 但是有的谣言 平台不一定知道 所以你造谣传谣 那是最大的问题 你不仅平台 他不知道 对吧 他把你放了 你上线了 结果造成影响 那公安机关还抓你呢 你造谣传谣 所以说啊 能在国内平台上放 那其他平台都能放 没有问题 这是安全生产 内容这块呢 聊这个 欧乌战争 聊繁殖产 这个恐怕是要继续下去 那再加上其他的热点 今年恐怕 要会加股市的一些内容 2023年啊 也经常聊股市 但是不固定 有时候聊 有时候不聊 2024年恐怕聊的多一点 2024年恐怕 还要聊美国的大学 这个不得不关注啊 聊美国大学安全 2024年还要聊什么呢 就是聊文学作品 实际上 2023年直播的时候 我已经聊过很多了 2024年会坚持 这个水浒 三国 西游 红楼梦 还有其他的啊 民著 都有可能聊 但是我希望呢 先聊水浒 把水浒聊完 其实这个时间很长 因为水浒的人物非常多 大家就知道啊 我是没有准备的 我每天晚上直播聊水浒 那都是想到哪聊到哪 就是激辛发挥啊 这样我要多聊几次 多聊几次之后 我希望我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后 再正式的聊一下 把它变成一个节目 把它固定下来 这个也在2024年完成 最后就变成一个 躺平书聊水浒 或者是躺平书聊西游记 变成一个系列节目 我现在做的只是啊 直播的时候瞎聊 闲聊 那这个节目就非常有意思啊 因为我是跟大家互动啊 我自己聊 我也看大家的反馈 甚至看大家的提示 把它揉好到节目里面 实际上是 大家共同完成一个节目 通过多次聊啊 互相启发 最后把它固定下来 这种节目 对吧 这种形式 以后在直播里面 要去实践呢 我在按我的思路在聊啊 不停的有人在提示 在屏幕上打出来 可能会改变我的思路 至少是会丰富 让咱们聊水浒 或者聊三国 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 这是共同创作啊 2024年 我有可能啊 会组一个团队 但是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我现在还没确定 预计啊 希望2024年组一个团队 这个做节目两年来啊 都是我一个人 一个人剪辑 一个人设计材料 一个人在这录 一个人上船 一个人回复 一个人拉黑 老有人说我拉黑拉黑 我告诉你 最根本的原因 最核心原因 就是我没时间 看到这些调性 看到这些不顺眼的评论 就是一个字拉黑 这个是效率最高 有很多人不理解 那没办法 你碰到了我 我就这么处理 我不喜欢小黑粉 我不需要小黑粉的流量 是吧 你可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物 你觉得你自己挺重要的 你是你爸妈的大宝贝 他到我这都不是啊 微不足道 刚才说了那个佛印的故事 就是你在评论的时候 你是在尊重这个up主呢 还是不尊重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留言的时候 你是什么个心态 你应该自己清楚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中国的文字啊 独特的魅力 就是你打出来的字 充分的反映了你的内心 是尊重呢 还是不尊重 恰恰呢 我也能从你的字类罕见里面 一眼间的看出 你是尊重还是不尊重 你既然不尊重我 你要留言干什么呢 对吧 你都不尊重我 我要你这个粉丝干什么 有什么用啊 谁离了谁还不行是吗 所以我就把你拉黑 但是实践证明啊 小黑粉离了我还不行 他非要看 他不看不行 那没有办法 我跟别的up主不一样 别的up主需要小黑粉 跟小黑粉互相怼 这样吸引流量 制造冲突 就把这样流量就上去了 但是我不需要 所以你在别人玩的那一套 搬到我这就不好使 没用 你可以继续黑 你把你的时间呢 都浪费在这儿 但是你得不到任何好处 本频道啊 开播两年半 非常安全 唯独有一次啊 就是为了这个 恒大理财的投资者 咱们是战役直言 但是被一些懦弱的 被一些这个小人吧 去举报了 有关部门呢 认为我是买了恒大的理财 以为我要去维权 所以他们亲自上门关心 建议我不要去 我说我又没买恒大理财 我哪来的维权呢 我为什么权呢 后来我才知道 有人把我的节目啊 就说恒大理财的那个 把我发到他的维权群里面 具体的怎么说的我不清楚了 就是怎么介绍的 他肯定是把我的 发到维权群里面 然后下面跟人家说了什么话 可能说是我号召 大家去维权 给人感觉啊 就好像是要占我的血 所以我说这些人懦弱 小人 你帮他说话 反过来他还利用你 只有这一次找我 不过我是深圳不怕影子歪啊 后来我大开启啊 我查清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我是特别痛恨那种谣言的 就我本人就是谣言的这个受害者 就有人在网上造谣 说我买了很大理财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那谣言的坚决打击 拉黑甚至做节目骂 所以说啊 最后啊 我是希望那些小黑粉 对吧 你不喜欢我的节目 赶紧麻利的出门右转 爱去哪去哪 这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要关注 不要看 如果你要非要看 那你就偷偷的看 你就不要留言 不要诈刺 你一旦留言 我就把你拉黑 还有的啊 我再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你在网上别的地方留言 我看到的 我也一样会把你拉黑 不是说你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 我会拉黑 你在别的人那儿留言 说我 评论我 我也会拉黑 明白吧 就是没有法外之地 我是坚决不能容忍小黑 就是我不要你看我节目 我不要你这个流量 我不在乎粉丝多少 这个国内晚上 不有很多那个 小黑粉的那个帖子吗 有很多小黑粉在那边聚集啊 我有时间去看一下 那不就是钓鱼吗 整个的把它拉黑 这样啊 我的栏目下面就清净了 眼不见心不烦 我这是个闲聊节 不是教化 我也没那个教化别人的义务 我也没那个充高的动机啊 就是闲聊 三观差不多的 悟性差不多的 智商差不多的 情商差不多的 大家一起聊天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这个经济形势 好或者不好 大家能够共同度过 认清形势 积极面对 好这一节嘛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